香港政府實施禁蒙面法鎮壓示威者後 很多大陸民眾以拍蒙面照片的方式 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但是繼吉林遼元王浩達發蒙面照 被中共警方抓捕後 日前又傳出湖北宜昌公民羅少華 因為發布蒙面照片被警方拘留7天 據維權網報導 香港人民的反送中運動 實際上得到許多大陸人民的支持 中共當局恐香港事態影響內地 一方面嚴密封鎖消息 刪帖刪號封群 嚴密封殺 另一方面 中共對公開表達支持的網民 則迅速抓捕 有的被刑拘 有的被行政拘留 大陸維權人士表示 大陸很多人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但是不敢公開表達 怕被警方抓捕 很多大陸維權人士也被警方請去喝茶 警告他們不能參與聲援香港 香港政府本月初出台禁蒙面法鎮壓示威者之後 引發國際關注 海外華人發起 今天你蒙面了嗎的活動聲援香港 獲得眾多海內外華人和外籍人士支持 而參與這次活動的大陸民眾 因顧及安全沒有用實名 新唐人記者熊斌 陳傑採訪報導